- 喝可樂也要挑杯子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品味一帆 我是微視劇達人選員的首席郭文林一豐 在剛在開始我們要跟Will聊天之前 我要先講個笑話 那我一個記者朋友跟我說了一個笑話 他說呢 有一天一個白宮的記者 然後呢 這個看到那個川普呢 隨身呢帶著一個紅色按鈕 然後坐下來說把那紅色按鈕放在座上 你知道嗎 美國總統 他們其實可以決定核導彈 發射到哪一個國家 那紅色按鈕看起來就非常的引人注目啊 他就很斗膽的問了川普 就是現在美國總統川普先生就說 這紅色按鈕是怎麼做的呢 川普呢就對他微微一笑 然後拿著手指頭用力按了下去 大家屏息以待啊 擔心這是哪個國家被炸了 被洲際導彈炸了 結果呢 沒多久門打開了 有人端了可樂進來 對了今天我們的主題 就是可樂 對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品杯師 可樂也有專門用杯嘛 是啊我們一般 喝可樂當然 不然就罐裝 是的 對不對 然後用吸管 是 然後呢瓶子 然後呢或是去賣打擾 或是 電影院買的是杯子 那Ridome出了一個 專門跟可可樂 他這邊有他的Logo 是專門為可可樂設計的杯子 誰在乎可可樂要用什麼杯子啊 非常非常多 這簡直是騙錢用的嘛 來你來試試看 真的嗎 我不相信會有差別 真的是我想試試看 好 那我現在 給你喝喝看囉 第一 肯定騙不了我的錢 沒問題 試試看 這可樂到底為什麼可樂 不過就是 焦糖水 再加上一些 有的沒有的 所謂的 secret recipe 然後呢 在很多的二氧化碳 而且這樣二氧化碳 跟那個 葡萄酒不一樣 香檳是自然 平衡二次發酵的 而可樂東西 是打進二氧化碳而已嘛 會有什麼差別 所以就看 用一般的 紙杯喝 就是可樂 就是可樂啊 哈哈哈 然後呢 現在用吸管喝 這用吸管喝 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是 朋友常常說用吸管喝呢 就是用 很快的時間用吸管擺一瓶 可樂喝完呢 就有醉的感覺 來 你喝喝看 在口感上面跟 用吸管喝 氣泡感比較強 啊 用這個東西 氣泡感比較沒那麼強 對 那口感上面 味道呢 你可以再喝一次 拿一個比較甜好了 我直接問的比較 這個比較甜 是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們人的味蕾在 感覺甜是舌尖 所以你用吸管喝的時候 你是把吸管放到舌的中間 然後直接吸就吞下去 它完全碰不到舌尖 所以完全喝不出來甜味 但是這個的話 你在喝的時候 舌尖會微翹 微翹的時候呢 它會碰到舌尖 然後呢 再進入 然後再吞下去 所以造成了這杯喝起來 的確是有一些 甜感的差異性的 一定有甜感差異性 然後呢 你剛剛說氣泡 這個比較強 很正常 因為呢 它是沒有經過 那個 0.5秒 甚至於1秒鐘的氣泡散發 就直接到喉嚨 所以會覺得很刺激 但這個你喝下去的時候 到嘴巴裡面的時候 它會有大概0.5秒到1秒 它的氣泡會散掉 然後再喝下去 就沒那麼嗆 但是還是嗆 但是比較起來 所以跟我們上一集一樣 就是玩弄 二氧化碳的結果 是一樣的 就是 控制二氧化碳的量 來感受到口腔的感覺 不一樣 對 然後現在呢 我們就是 常常去便利商店 是 買的就是 塑膠瓶的可樂 然後我們可以再喝喝看 你覺得 直接喝嗎 我倒一個到這裡面 然後其他人就直接喝 好的 甜 就是因為直接到我舌尖的感覺嗎 因為它的集中力 全部是集中在 你的舌尖 全部 可是卻這個的 而且氣泡感 其實反而變弱了 氣泡感一定會變弱 為什麼 因為 基本上 塑膠 等一下你在喝完的時候 我會跟你講 為什麼你會覺得 這氣泡感的弱度 甚低過於 B斑杯子 OK 對 所以其實是很喜歡 可樂氣泡感的就是 建議他買這個東西 然後加個吸管就對了 對 可是他就變成甜味 然後就有口中就很強烈的刺激感 對 他很嗆 那所謂專門的可樂杯到底是產生什麼樣的作用呢 聞跟喝 還可以聞啊 當然 呵呵呵 這 嗯 這 就好多不同的味道 就跟葡萄酒是一樣的感覺就對了 所以他設計這個杯型就是讓我們聞香的 可樂幹嘛聞香啊 呵呵呵呵呵 你看你可以聞到這可樂的 你剛剛說的焦糖味 是 跟這個你聞 你這兩個杯子聞起來 完全不一樣 這個味道 沒什麼味道 對對對 這個就是 像葡萄酒一樣 整個香味被集中了 他其實不只是很多的焦糖味 他還有一種 怎麼形容 他那個是Recipe也沒告訴我們 有些很 多的Herb的味道 對 Herb的味道 很多很多 所以呢 炒味 所以要現在要喝喝看嗎 喝喝看 嗯 嗯 發生什麼事情 我再喝一口看看 請喝 為什麼他細胞 氣泡變細緻了 是啊 他跟香檳一樣 香檳變細胞 為什麼 為什麼 很簡單的一個基本我們如果要回歸到化學的跟物質的原理來講的話 所有這四個材質 這是水晶玻璃 OK 水晶玻璃 他的密度 你如果用顯微鏡看他的縫隙是最小 是 那跟氣泡 有什麼關係呢 氣泡的產生 口感的產生 跟你看到的氣泡 你可以看到一般的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杯子裡面幾乎沒有任何氣泡 對 就為 細微的氣泡 而且那個跟一般那種我們倒在一般的杯子裡面 附著在杯壁上面很大顆的氣泡是完全不一樣 他反而有點像香檳一樣那種一點一點的小氣泡這樣跑上來 那為什麼 因為你用顯微鏡去看每個材質的時候 他的坑洞是最細緻的 像這種紫的坑洞是最粗糙的 最大坑洞 所以呢細緻的坑洞 二氧化碳 所有的氣泡來源都是二氧化碳 在可樂跟香檳 二氧化碳我之前有稍微跟大家講解 就是講解過就是講醒酒評論的時候 他的是一個很重很重的一個 氣體 是 所以氣體就叫把他想說我今天在1013 然後呢我丟一個千斤頂的球 往下丟 那往下丟的時候他會反彈 嗯 那他的他的壓力越大他反彈越大 氣泡二氧化碳就是一個壓力 是 他會往下壓 然後壓到杯子的底部然後往上彈 但是杯子的底部的那個刻度 越細 他反彈的氣泡就越細 然後他的材質越坑洞越粗糙 他反彈的就越粗糙 真是太神奇了 所以完全是看 你今天喝可樂你希望喝什麼 不過 我覺得呢 我覺得跟你喝東西太危險了 就逼得我們很想買很多杯子回家試試 幸好我把可樂戒掉 哈哈哈哈 等一下喔 他不是只有針對氣 可樂 他還可以喝什麼 這一樣的道理啊 他的邏輯跟你今天如果喝氣泡水一樣 嗯 你今天氣泡水 你的礦泉水 可以有氣泡水 有一些水 Sparkering Water 我們直接用這個東西 喝起來一樣更細緻嗎 他的香度你可以聞到他礦物味更強 哎呀有道理有道理 所以他不見得一定是只有可樂 碳酸飲料都可以 誘惑別人花錢了你 真是的 這個太厲害了 這太有意思了 所以你要發現 其實啊 我們生活當中存在很多那種 細微的物理原理 然後這些東西 有一些人就很深究的去製造它 然後甚至設計在我們所使用的器皿當中 這些東西在到 帶給我們實際上我們的味覺的感受 其實是很 不一般的 其實我覺得很感謝威喔 這一路以來 介紹我這麼多東西了 哎呀 真是 太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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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還是不要喝可樂了 哈哈 我不要讓美國人賺錢 蘋果取代也可以 麥根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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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不想看 很可憐 啊 我還是不想看 這件事 很可憐 很可憐 這個生意 我還是不想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